L以前做渡游的经历 似乎你带那些大陆团 都喜欢玩风景 即是去一些郊外的地方 但其实我多口问一句 譬如你带一个江西团 你通常有多少天玩? 如果只是去廬山 以前是在兜一个圈的 通常是五天六天而已 如果你要去三青山 去那些就要八天 那你八天团都是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一两天在这些城市里面 其实你除了三十年住之后 你也是回城市住的 譬如你好像景德镇是一个大城市 池都很有钱的 那大城市的意思是怎样 即是大镇还是像深圳那样 有高楼大厦有高楼大厦 有高楼大厦 有Wi-Fi? 有啊有 有加了OK 加了OK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是要知道它那个繁榮队 有有有 有没有Starbucks 即是有那些了 有的 那这样可以了 如果你要去到 15天都要去到 思愁之路 那样 喂其实真的难不顶啊 你不是说 即是大家玩开 即是我们去日本 即是我们自家游 去九州那样 喂 去到家外的地方 那你有时 你终于 头头尾尾 你都会拿回去 譬如说 福江 那些市城市 那些市城市 明古 大城市 你去吃拉面 你去夹个公仔 也要的啊 大佬 是吧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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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的头 我真的很累 是 景德镇是中国的瓷刀 瓷刀 为何在瓷刀那里做呢 因为 他没有做呢 不是 他现在所有那些飞机的那些 譬如 飞机的东西 瓷器的东西 包括了直升机那些原料 很多都是呢 做直升机那些材料 瓷器那些 全部都是景德镇做的 不是 我知是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出产 他不明白 因为他那些瓷器是 就是他 其实是由 宋朝 我知 我知 那为什么他会文明那些瓷器 是不是因为那些泥土 封城 还是为什么 泥土 还有他们做了一些叫洞窑 有些叫饅頭窑 在里面逍窑 我稍后有一些照片 是 我之前去景德镇里面的 因为 我们是China 瓷器是China 是 China 就是因为那时候 那些人就是这样 China 就是我们的瓷器 是令到 是很震惊这个世界 是当年 他有说 China China 就好像 昌南 昌南就是以前景德镇的名字 昌南 昌南就是景德镇以前的名字 去到 后来才叫做景德镇 是在宋朝 宋真宗 直正是1004年的时候 明明他 用他的年号 景德这个年号 明明他做景德镇 即是说 他很重视这个镇 现在不说 他是名号 他陈朝的时候 就是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做瓷器 然后 这么多年代 其实他是 你想想在一个城市 发展了这么多年 由千多二千年都是做瓷器 实陈朝的时候 对 有什么办法不出名 就是昌南昌南 那些鬼佬 昌南昌南 已经是这样的 是 已经是这样的 那些女儿行不行 那些女儿 池器 工业城市 当然很多分 空气 当然不是那么好 当然是污染 污染 某程度 因为我在欧洲说 在哪里看别人做瓷器 其实很难是全机器 很多时候某程度 这些人搜 有人搜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瓷厂 有 他里面就是去参观那些瓷厂 OK 好再去 他有公园里面有 他这个就是万头窑 直接在里面烧窑 烧那些瓷器 即是他的样子 成个万头窑 是的 但是 这个是宋朝开始 里面还有没有地底 有的 即不是那么 只是一个圆圈 不只是这样 如果不是摆烧不到多少 就是这样进去 是的 整个里面是很深的 整个里面都是的 那他烧完 那些东西 要放很久才能去拿那些东西 否则烧死 他里面不点火 就没有东西 但是要放冷 要 要 要 其实山洞里面很乱 其实那些火有时间都不停 好再去 这个就不是景德镇 这个景德镇是隔壁的 这个叫石中山 石中山 那里面有很多壁画 其实他就是 其实江西很出名 有个最大的淡水湖 就是波阳湖 嗯 而石中山上 有很多文人 下士就建了一个亭 上面就看过波阳湖 看过铅州 看过铅江 OK 那里有那些淡水珠 是啊 那里面又试试 刚才我说 就是那里 就是那里 就是上山上面 就是望下面 这个就是 整条就是波阳湖 嗯 但是那个波阳湖 好像有些工业 有 他现在始终都会发展一些工业 我这么想什么 没有那么浪漫 我来说 但是怎么办 好 好 那个淡水湖水源 哇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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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廬山来的 就是廬山升龙八 不知廬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士山中 不是 是不是廬山抗泉水 那个廬山 嗯 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廬山是这个抗泉水 是这里的 是这里的 我不记得问过 廬山抗泉水 嗯 这个就是 其实它有个孤岭镇 其实它是一个孤岭镇 为什么叫孤岭镇呢 因为其实它夏天都是被暑胜地 嗯 因为它叫酷寧 嗯 很多外国人是这里来玩的 因为它 那个孤岭镇 很多欧陆风格的建筑 那些屋建出来 好像别墅那样的 所以 其实廬山是一个 疗养地方 和是被暑胜地 是什么来的 啊 哪个说 碑里哥当年 益树哥在烧龙里 住在德兴街附近 不是在德兴街那里 就是在德兴火火 那边住在德兴街啊 喂 孤岭 是刚才你讲到一半 孤岭 是 外国人改的 所以我们 即是我们变成孤岭镇 孤岭镇的名字 反而是由英文改过来 是的 就是英文改过来 因为很多外国人来这个地方 我们来 療養也好 以及避暑 及避暑 是 是 我再去 这就是卢山 哦 厉害 卢山其实呢 是板块 运动形成出来的 它以前是海底 它本身 即是它有 几千万 几亿万年 即是那些做山运动 喜马拉雅做山运动 它正正就是 运动里面的地底 阿三龙说卢山是唱山歌 唱山歌不是在广西那边吗 欸欸 贵州啊 哄李老母 哥哥 秋是 吊李老母 那些 是不是 吊李老母 哥哥秋是 丢李老母 你有没有发觉呢 你有没有发觉呢 我觉得我唱过多次 吊李老母 因为我讲的说 有那个音 有那个音 是很难 填詞是难的 但是吊李老母 那几个字我唱了很多次 鼓歌是很好听了吧 不是她什么歌都唱到 他什麼都能唱到 譬如宇宏光唱雲福那些我當然不能唱 你什麼都能唱到 譬如小小姑娘說 吊你老毛 哥哥臭係 吊你老毛 拉臭係 吊你老毛 吊你老毛 哥哥臭係 好臭 當然啦 你會像我這樣的曲子 你才可以因應我曲調去盡量配合它 譬如剛才你說 唱一首歌 吊你老毛 拉臭係 好臭啊 就是這樣 你試試走上去唱 你試試去到盧撒 但盧撒不是唱山歌的 廣西才是 或是貴州 貴臨啊 貴臨啊 是劉三姐 好姐一首我很喜歡 紅紅聖歌大家唱得太多 有一首好臭 小漢人生怎樣唱 小漢人生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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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是這樣的,譬如說,吊你老母是,這個韓城,吊你老母是,什麼歌都可以的,譬如,夏日韓風,吊你老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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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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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應該去山上,很大聲,吊你老母是,不是,就是回音,那有人一起叫,好開心,好開心,好,再去,這個又是,這個又是,這個又是,九江新聞網,是,九江新聞網,是, 九江,就是盧沙街,就是盧沙街,就是盧沙街,剛才我看到,江西最上面就是九江,是啊,所以它就是北面,盧沙街,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很奇怪的,大家有沒有留意,譬如我們深水埔,九江街,桂林街,全部用的地方名字,是,上海街,那些是什麼地區,好了,接著,南昌街,接著,你看那些什麼,烈堤頓道, 馬幾仙峽道,其實都是一些人,那你就明白,其實地方可以分的,那個地區用什麼名字,很奇妙的,不過那時候是成民地,好,再去,這裡就是飛步,在它其中一個景區,就是盧山的景區裡面的瀑布,咦,有網友提及,九江相征,是不是就是,都應該是九江,九江相征三征,釀走,咦,那時候,走市古江相征, 九江相征,是不是,上海街,不是,九江相征,九江相征,即是,茶和酒市古江相征,都是港西那邊的,那些景區,茶是港西,好,再去,這個,這個,這個就是,它就是那個板塊移動,那些是不是櫻花來的,是啊,它這個呢,是,它有兩個景區的,一個叫花徑,嗯,那這個距離,其實就是,在那些崖上面,看上花,以及在居高林,看上花,但是這麼白的那些櫻花,其實白櫻花都很漂亮的,其實那些花,你一束一束一束, 大片就漂亮的,不禁要唱,如果見到這些,柳仁石要唱,砂咕拉,砂咕拉,在兩個情況,我們看日本劇會唱砂咕拉,第一呢,就是那些日本藝技,就是那些,中國人,進入到那些,什麼館,不知道什麼人館呢,就看到那些日本皇軍,在那裡,喝酒,然後上面有一些藝技就是,砂咕拉,砂咕拉,這樣 黃軍打人, 另一個是日本人死, 煩惱日本劇的人死, 交戴了些東西, 交戴了妹妹, 你到時是甚麼呢, 哥哥你不要走啊, 爸爸不要走啊, 接著爸爸慢慢轉著, 交戴了些東西, 望著天,眼睛無神, 因為靈魂已經在走, 回到媽媽那裏, 但他又不是唱什麼儀歌, 就是唱薩古拉, 這些是薩古拉, 鷹花, 我們是遠景拍去的, 其實他有一條景區走, 繞個圈, 你沒有拍到那裏, 有, 這個就是因為看到對面的人在拍山崖, 然後拍下去, 這個呢, 藤王閣, 江南三大明流, 藤王閣是否有書, 藤王閣? 藤王閣, 有一個藤王閣出名, 前面有一隻神絲, 有幾隻怪獸, 那些碎獸, 藤王閣是現在1989年重建的, 其實很多年了, 他是和岳陽流, 和齊明, 黃鶴流,齊明, 三大明流, 那我都去過兩個, 如果這樣, 是嗎? 那麼厲害? 兩個, 反而你這個有沒有去過? 我這個有沒有去過, 那你去江西就順便去龍山, 三青山可以去這個藤王閣, 好, 我都想去龍山, 這個就是晚上開燈, 那晚上去啦, 那你馬上去啦, 馬上去那裡, 去那裡, 他現在這樣看下去, 我還以為, 我在外國那些, 就是那些畫坊, 有一點像日本那些, 日本夢作, 就是那個建築物, 那你日本也是唐朝建築, 但問題是日本就不會這樣, 那些燈不會這樣, 日本都可以有燈來的, 那些號燈不會這樣, 就是我那個人, OK, 好,再, 這個叫江郎山, 江郎山? 江郎才盡的江郎? 是呀,江郎山, 那為什麼叫江郎? 其實是有些地質演變出來的, 嗯, 就是地質, 然後, 因為它是單下地茅, 你看到山看多紅紅地色的嘛, 那它在說因為呢, 有有些名人在那裡出名, 就好像江郎就是這樣叫它, OK, 就是有些名人, 因為這些人在那裡出了名, 這個也是江郎山來的, 是呀, 這裡是山腳來的, 這個山腳, 那個山下面那個位, 其實可以上到頂的, 都是, 這些呢, 你走一些彎腰進去, 嘩, 早點想這些很危險啊, 又是, 這些是有高壓的,那個欄, 高壓的, 這隻, 其實它有四折, 今天其實是有到腰以上的了, 那扶住都OK的, 這樣就行石咯, 接著就搬著山上去, 你不是說, 我不知道你們的體力, 你如果要我現在走一兩小時, 我真的不會走的, 頂不住的, 可能辛苦了, 十五分鐘OK的, 是呀, 十幾分鐘,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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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些你坐橋, 你都不想啦, 嘩, 這是什麼呀, 江郎山, 這個就是江郎山, 是呀, 是呀, 這裡是裡面有石窟的, 我們上次看過有些山都是, 都這麼多這些景, 又在那些山裡有些佛, 之前有一個叫墨跡山, 我一開始都以為是墨跡山, 不是, 因為其實它裡面就是, 有很多石刻在裡面, 嗯, 這些就是佛教, OK, 接著這裡裡面, 這是另一個景點來的, 這個叫龍油石窟, 龍油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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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是一個謎來的, 其實剛才, 有兩個謎想說的, 剛才第一個謎就是龍虎山, 可能因為我沒有鋪那張照片, 其實龍虎山, 這是第二個謎, 整個行程裡面的第二個謎, 第一個謎就是, 龍虎山在廟的那裡, 不知為什麼呢, 是會有很多, 作了一個洞, 放了那個縣官進去的, 但是呢, 放一個什麼? 棺材, 它是, 食了進去, 食了那個山裡面, 石裡面, 有一個洞, 然後放一個棺材進去, 但是呢, 它距離呢, 棺材起碼是距離地下, 是20米, 到最高是100米, 那怎麼放進去的呢? 不是呀, 它應該都沒有人知道, 它是一個山來的嘛, 石來的嘛, 但是它不是, 為什麼轉了一個洞呢? 就是不知道, 它在石上面, 就是它在一個城牆上面, 它正正就是在龍虎山的, 那個廟, 就是正的罐, 那個隔離就是, 20米以上, 全部都是, 沿河幾, 不知道幾十米, 幾百米, 那這個謎呢? 這個呢? 我現在都沒有解開, 那現在這個謎呢? 第二個, 這個謎呢, 更奇怪, 這個謎呢就是, 這個叫什麼? 景點話? 龍油石窟, 龍油石窟, 最重要是它講一些石刻來的, 是, 它這個本身, 為什麼會發現呢? 其實呢, 它本身是一個, 它被那些水浸住了, 是 1992年的時候, 那些水已經被當地的村民, 就用來做飲食, 就是用來做灌溉飲食, 就是用來做灌溉飲食, 30幾年前而已, 是的, 30幾年前, 之後呢, 1992年, 就有一家人, 然後呢, 就用了17日, 將那些水, 因為那個湖是, 好心什麼都見不到, 所以叫毛底湖, 然後用了17日, 因為它捉魚, 放了那些水, 轉走, 跟著才發現這個石刻, 然後呢, 它就找了, 就是通知了國家, 就是找了當地地方的政府, 就開頭呢, 就以為呢, 它這個, 只不過是一個那些, 呃, 就是以為是那些全倉, 那些, 就是不留意它, 原來有石刻有成, 跟著呢, 到過多五年之後, 96年, 1998年, 才有些正式的口國家下來, 發現了, 它原來呢, 它有五十間房, 嗯, 全部都是, 它很高的, 起碼有, 十層樓那麼高的, 裡面的石刻, 你現在看到都很高啊, 是啊, 有沒有十樓, 又不知道, 這張照片都有三四樓, 跟著呢, 它中間有一個壁, 有五十米後的, 跟著呢, 每個壁的隔離, 延伸了好多間房, 但現在都不知道, 還不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人, 當地導遊說呢, 就是月王勾錢, 要復售, 打負叉, 跟著在裡面, 秘密練兵的地方, 因為它有很多說法呢, 那會不會有很多吹水啊, 因為你想想, 第一, 它發現裡面呢, 是沒有燈的, 是沒有任何燒火的痕跡, 就是說你如果呢, 當地的口國家呢, 就來考究過, 就說, 覺得它這個呢, 應該是存放糧食, 存放一些軍事武器, 那些地方, 存放的地方, 但是你又沒有燈, 沒有什麼, 那你怎麼鑿這個石刻呢, 那些居民, 那些士兵來鑿的時候, 那些工匠怎麼鑿呢, 它完全沒有燈, 沒有燈, 沒有燒, 現在呢, 我們看這裡呢, 現在看這一張, 用這一張來看, 那些蘭又成, 就是後期加進去的, 後期加進去的, 但是那些上面那些東西, 或者那些壁畫那些, 就是發現出來的, 考古出來的, 是啊,是啊, 但是都很人工化, 是完全的,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它怎麼做出來呢, 它就是原本, 就是發熱就是這樣, 用來做什麼呢, 這裡又是, 所以這個石刻是一個迷來的, 什麼是龍牛石刻? 龍牛石刻, OK,下一張, 就是這些石的雕刻, 咦, 我們喜歡看神秘學, Lawrence, 不過其實是石雕刻, 都是這樣, 石雕刻, 喂, 其實你說如果那些很高的科技, 為什麼用石雕刻呢? 但是因為石呢, 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我們對上兩個文明, 就是石的文明, 不是啊, 但是為什麼要保存那麼久, 不過那時候就是石的文明, 譬如你埃琴, 我們又看到很多這些石雕刻, 是啊, 譬如幾千年, 那些還可以存在在這裡, OK, 好, 這個呢, 叫武功山, 另一個道教明山來的, 武功山, OK, 常常都這麼多武和, 是啊, 武功山, 武功山那個名字也是, 武功山是因為他的皇帝, 找到這裡的先練冠一個很厲害的人, 然後幫他出來, 打贏了天下, OK, 然後呢, 令他武功高強, 所以因而叫他武功山的, OK, 也是陳朝那時候, 所謂的, 是啊, 陳朝那時候, 這個是這麼大, 真是好想名的, 這是道教來的, 這個是道官來的, 新年呢, 搞這些團去, 旅行都好, 花崗岩和石灰岩來的, 喂, 如果你新年回大陸, 不然大陸的人外地有, 可以燒炮獎, 放煙草, 好,再去, 我試過有一年呢, 放煙草, 飛了去別人的車, 他炮了別人的車, 哈哈, 我試過有一年呢, 放煙草, 飛燒了別人, 他會生氣, 被人屈了10元, 不是,被人屈了200元, 好,再去, 這個是武功山來的, 嗯, 這個就是走那些路, 一直走那些路, 他整個, 因為他很矮的, 他那些全部都是, 即他不是那些很高的山脈, 好, 雲海, 雲海也是武功山來的, 他這裏是武功山的山脈, 回來啦, 因為時間, 我們都找得太久了, 記得上來買月餅, 好了, 都有問問題, 我有三支備問隨問大家, 我立即想想問題, 好, 景德鎮, OK, 即是現在做詞, 那兩出名, 他, 在那個名字, 被封為景德鎮之前, 叫做甚麼名字呢, 第一, 倡東, 第二, 東窗, 第三, 倡南, A, 倡東, B, 東窗, C, 倡南, WhatsApp, 84811079, OK, 景德鎮, 被改名, 被皇帝改名成為景德, 景德鎮, 之前他本身叫甚麼名字呢, 東窗, A, A, 倡東, B, 東窗, C, 倡南, OK, 是A, 還是B, 贏了, 最快的三個, 便會得到一支價值260元, 的地敏材, 好, 我們搞個團結, 就去這個絲綢之路, 甚麼都不要說, 絲綢之路很重, 東去雲南好, OK, 到時再想, 明天再見, 跟我們走起來, 不知道我去怎麼 spike, 後悔法, 跟我們回來, 他們快速回頭、 松層, 觀光雲, Venus,